我们看到它只画了 鸡的一半的形状 它原来 我们看繁体字 它有一个那个 吸水的吸的一半 对 那个原来是奴隶的意思 为什么把鸡和奴隶 放在一起呢 说明鸡容易被驯化 最早被驯化的家族 所以在这个字里面 其实还有一部分 它的个性特点 对 这就属于会议了 当然最初 画作鸡的形状 但后来又加了 会议的功能在里面 我以为它 每天早上打名 上班很努力 其实就是证明了 那么一句话 叫字之出本为话 我们最开始的 象形文字呢 其实就是用一个图画 来表达一个含义 那接下来呢 王老师的随堂测验 就要考一下三位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三个字 比如说第一个字 回天队长来回答一下 这应该是什么字呢 牛 对 牛 中间的这个字 留给何老师 鱼 很明显吧 很明显 这画的简直太 不但是鱼 而且是一条红烧的鲤鱼 对 最后一个字 提醒一下 它这个字呢 很可爱 你撅嘴 那个嘴是对着往 就说出来 提示一下 注意它的尾巴 经常咬尾巴 经常狗 对 所以说你注意它的那个尾巴 那个翘翘的 好像在咬一样 是的 那同时还有一个成语 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呆若木鸡 那我们现在是如果说一个人呆若木鸡呢 就说一个人有点傻傻的 反应特别慢啊 是个扁一词 但是其实最开始是个包一词 它出自呢 烈子这本书 说当时周宣王 找人来帮他训练自己的斗鸡 那训练成什么样呢 就是对外界没有反应 对别的鸡呢 没有挑衅是一种这个神器啊 精气自理修为特别高的样子 所以后来呢 这只鸡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这就是低调做人 低调取胜的道理